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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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曾经有人访问一个全世界最长寿的人 他是一位俄罗斯人 这新闻是几年前的 那各位 你们猜猜看 全世界最长寿的人是多少岁呢? 这位老人家是129岁 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 所以各位 如果说今天 你是50岁 你是60岁 你是70岁也好 你还算是年轻啊 因为这老人家是129岁 是多了你们的一辈 所以人家当时就恭喜她 恭喜恭喜 你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的人 但是 这位老太太就说 没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啦 我虽然活了120多岁 但是我的记忆当中 我的快乐只有一天 各位 129岁以后我来算 差不多是5万天 50千天 在这么长50千的日子里面 这位老人家 他记得的快乐就只有一天 所以各位啊 快乐的时间多不多呢? 不多的 所以老人家就说 活到这么大的年纪啊 看到自己的孩子 看到自己熟悉的人 一个一个过世 自己也老了 眼睛看不到 走也不能走 哇 她说她都不知道 这些人在恭喜她 是恭喜什么呢? 她说她现在还记得的快乐 就是60年前 刚刚战争结束 她回到自己的家 就战争结束过后 她回家的那一天是感到开心的 但是有一句话说 快乐的时间怎么样? 快乐的时间是过得特别快的 哎呀 怎么一下子又过了呢? 人在快乐的时候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她当时回家就很快乐 但是过后 不快乐的还是比较多 那现在呢? 这么大了 她能够记得的快乐 就那件事情而已 其他的都没有了 各位啊 这次活了129岁 全世界最长寿的人的心得 如果今天你活了50岁 觉得人生很快乐 那没有什么 人家129岁 才是真正把事情看得透彻 那快乐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但是快乐的时间又过得特别的快 所以人生快乐的时间真的是很短暂的 那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 换另外一句话说 痛苦的时间就过得很慢 哦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很惨的就对了 各位可能也有经验 你看生病的时候 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 是不是? 生病的时候 晚上要睡都睡不着的那种痛苦 你真的会感受到时间过得太慢了 古大德欧毅大师曾经就说 他生病的时候 就感到这个时间过得就好像一个小节这么的久 节是佛教的名词嘛 节就不知道千万年 也就是说 欧毅大师讲的 他生病的时候 他感到时间就过得好像千万年这么慢 明明晚上就几个小时 他就觉得说过了千万年这么久 就算说我们现在真的修身养性很好 但是只要我们还有这个身体 还是永远摆脱不了这些烦恼的 你看台湾大师说 生脑子 饥渴 寒热 伤害等也 就是我们人身体的烦恼 就是会口渴 肚子饿 感到忍乐 也会受伤受到伤害 就算说我们现在烦恼断了 你甚至在这个世界成佛了 你还是摆脱不了这样子的事情的 因为我们只要还有这个肉身 就是有这个问题 你看 像释迦摩尼佛也好 他也会遇到头痛 他也会受伤 晚年涅槃之前 他还会肚子痛 身体就是会老 会生病 有人就说 佛会老 会生病的吗? 像当初阿难在印度就问了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80岁的时候 阿难看到释迦摩尼佛的皮肤好像变得有点皱纹 所以他就问了佛陀说 佛是最尊贵的 佛又会老化吗? 那佛说 当然 凡是有血有肉的身体 就是会有这个老病的问题 我现在80岁了 这是自然的 是啊 各位 如果今天有人活到80岁 还没有皱纹 还不会生病 那这种我们叫怪物了 根本就不是人了 在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就算成佛了也是逃不了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肉身 就注定人生是苦的 但是我们听完了 也不要觉得很消极 人生是苦 好消极啊 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其实是让我们离苦得乐而已 就是佛要给我们找到 离开这个苦难的方法 像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 就好像说一群小孩子 在屋子里面玩玩具 但是这个屋子 现在他已经着火了 那孩子的爸爸在外面看到 马上就跟他们说 哎呀 这个屋子着火了 要赶快逃出来 那各位降师说 难道爸爸是消极吗? 孩子会不会说 哎呀 爸爸 你说着火很消极啊 我们现在正在玩得高兴啊 你说火灾 哎呀 多没有意思 各位 会不会这样? 那不会这样子的嘛 难道说明明有火灾啊 还说没有火灾吗? 说火灾 这是一个事实 它是要让我们逃跑的 并不是消极 所以佛说人生是苦 并不是消极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好像看到火灾 喊要救火的那一种 佛就是要救我们离苦得乐 是要让我们从这个苦当中 逃出来离苦得乐 要不然呢 我们众生还真的以为说 在这个轮回世界还真的很快乐的 那怎么离苦得乐呢? 就是今天 《往生论》里面所讲的 永离身心脑 受乐常无间 就是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 就能永远离开身体跟心理的烦恼 享受没有止境的快乐 你看菩萨说的 我们在极乐世界的快乐 每一分钟 每一秒是不间断的 就是没有不快乐的时候 真的可以说 都是24个小时都在笑嘻嘻的 不只说不会生病 不会老死 连不好的因果报应 通通都没有 是啊 如果说还有那些恶报 不好的因果报应的话 怎么能说是没有生心烦恼呢? 所以是所有不好的果报 通通通都没有了 永离身心脑 受乐常无间 NAMO AMI THO佛 NAMO AMI THO佛 NAMO AMI THO佛 能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 作词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作词中文字幕 李宗盛 神合法 相当的归宣言 以后 这次是 哪里 现在 平等